到饭点了 准备做饭 媳妇 她今天中午又吃白菜牙 她每天就是冬白菜炒白菜的 冬天能吃啥 山里人不就是白菜土豆萝卜 那能不能换个像憋着吃法 要不我今天给你做一个白菜馅饼 没吃过 有肉没 做出来比肉还好吃 好 咱们先来和点面 面粉里给它加点盐 温水和面 今天咱们和一个软一点面团 角质没有干很就它揉成团 把面团给它揉光滑取出来 面剂子给它搓一搓搓成长条 好 切好的面剂咱们再给它揉一揉揉均匀 到盆里加点油 把面剂给它加进来 面剂上面给它刷点油 泡点粉条 准备一块豆腐 准备一块豆腐 咱们给它切一切 再给它切成条 最后给它切成小酥丁 切好的豆腐给它招到这个盘里 白菜已经给它控好水了 洗干净之后给它切一切 剂好的白菜 加一勺盐 剁碎 白菜给它剁成小颗粒就可以了 给它放到笼布里面 然后对折 把白菜里的水呢 稍微给它挤一挤 处理好的白菜装到盆里 准备一个洋葱 把洋葱给它切开 咱们用拌给就够了 把洋葱给它改刀切一下 再来点小葱给它切碎 大锅里加油 咱们把豆腐给它炒一下 油热下入豆腐 把豆腐一样水分给它炒出去 掉洋葱 炒香给它出锅 放好的粉条咱们给它切一切 粉条里面加一点老抽 这样呢给粉条上色 粉条也更入味 拌一拌 下面咱们来拌馅 处理好的粉条 给它加了馅料煮 豆腐 葱花 调馅加入食盐 鸡精 花椒粉 再来点生抽酱油 小末香油增香 再来点烧油 最后给它搅匀 咱们取出醒好的面团 给它放到案板上 用手给它轻轻的这样按压开 改成一个大面饼 咱们就可以包馅了 这个馅料呢是素馅 咱们可以给它多加一点 然后咱们从一侧给它包起 然后左右这样来回这样对折 包到大概一半的位置之后 咱们把上面呢 给它撑回来 这样一个生皮就做好了 然后给它用力的摔在案板上 咱们取出电饼锅 给它刷一层油 放入咱们做好的馅饼 咱们给它刷一层油 锁住它的水分 一分钟定型之后翻个面 咱们烙制过程中给它勤翻面 勤转动 让其受热的均匀 像这样给它转一转 让它受热的更加均匀 咱们烙制两面金黄 用手按压这个侧面能回弹 就已经熟了 好出锅 收到盘里 咱们的白菜馅饼这样就做好了 做出来的馅饼是薄皮搭馅 皮特别的软 其实放凉了也不会硬 大家看一下 皮特别的薄 咱们馅也是特别的丰富 大家看一下 咱们白菜做的馅饼做出来真的非常好吃 馅料特别的足 不放肉 真的比肉也好吃 喜欢的姐妹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不好吃强哥 好烫 烫吧 慢点吃 太香了 是不是比炖的白菜好吃 嗯 强多了 以后有坏的花样子 边边就来电话了 好 点关注不明度 点关注不明度 iskt 点关注不明度